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是琉璃百合的采集路线 琉璃百合由于在这个商店里卖太贵了 5万摩拉一树 这个实在是缺摩拉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 第一个采集点是青测桩的附近 这附近比较的杂乱是在各种梯田上 需要大家注意就是采的时候左右多看看你的漏掉 这边一共是有15朵 这个地方采集我也害怕自己漏 所以每次采完一朵之后都要左右多看一看 因为在这个梯田上 这个琉璃百合还是比较的显眼的 飞过去之后是往这边直接跳下来在附近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梯田上有几朵 然后遇到这个史莱姆你可以不用打 让它让它垂直你打吧 反正它追不上你 采完就跑 琉璃百合采起来比较的麻烦 因为实在是太分散了 但是鉴于它真的是卖的太贵太贵了 所以还是没事就来采一下吧 同样刷新时间是48个小时 回到传送点 在另外一个提田方向 还有好几朵 吃料 对 对 很高手 哇 о 好 来 好了继续飞传送点飞清测庄这个中心这个传送点 下来之后这边还有 回到柳岳港这边 同样是在采霓裳花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琉璃板盒也是围绕着一圈 它的数量比霓裳花要稍微多一些 但是采的朵数要少一点 而且有几个点需要绕出去 每天都得体善良就还可以 就预备了 一櫃子 一楼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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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二楼子 一楼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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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楼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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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外走,走出这个边缘这个地方,有一朵,然后往回走。 这个就是所有的27朵的琉璃百合,好了,喜欢我视频的话,别忘了点击订阅,关注。 支持我,下期视频再见吧,拜拜。